五十歲的時候 您自己那個狀態是什麼 有些我突然發現 我變成那個既得利益者了 我討厭了自己 我們要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嗎 那麼我們要跑多遠的路 你願意跑多遠的路 如果我活得很好的話 我現在是 是不是不用三千工作 我到底是要捲還是要躺平 我覺得對大家來說 這都是假的命題 你未來的人生 你要這麼活 你最後才會不留遺憾 何為面對呢 想了一下把這個事放一邊 這不叫面對 是你過去的經驗 一直在拱包你 你被制約了 為什麼別人都走得很好 我怎麼跌倒了 你跌倒了以後 不要隨便站起來 看看周圍有沒有寶貝 假設你在單向書店 看到一個人生 只有一件事活好 你會相信 真的是這樣的 只有一件事 你相信的請舉手 我全都是死的 你只要無論如何 我到底想回到你的事 記著聽你這麼說 已經接近本聲了 其實我是想在跟嘉賓的交流當中 尋找自己的困惑 但沒想到我也看到了嘉賓身上的困惑 那我為什麼要把我自己 作為一個女人要做圓活了 我还得不难看 我还得会烧饭 我还得会洗衣服 我还得见到丈夫 或者见到父母的时候 我还得闲书 我见到我女儿的时候 我还得慈祥 我凭什么 我累死了 这是好题材 我尚赶着 我求着你 我觉得你有非常好的故事 为什么不能用 要很能看见呢 也许这就是企业的转机呢 对 你们回想一下 你们的童年 是钱决定你们快不快乐吗 全世界快乐指数最高的是不单 不是纽约 那么多人做那么有个性 我觉得你们敢吗 乳腺全切后的离婚率是40% 我不会离婚 我会照顾他 但是我不能保证我不出轨 除了生死 其他都是擦伤 这期节目呢 也引发了观众的很多讨论 于是我想到了 我非常敬仰的一位学者 作家金维纯老师 他曾经出了一本书 叫《人生只有一件事》 火好 那怎么样才算是 火好的人生呢 今天呢 我就邀请我节目的观众 和金老师 我们一起聊聊火好 欢迎金老师 谢谢 谢谢 金维纯 1952年出生于中国台湾 是台湾商周出版集团创始人 早年他担任中国时报主笔 被李敖誉为中国台湾新闻界第一大才子 35岁那年 金维纯创办商业周刊 并将其发展成中国台湾最具影响力 发行量第一的杂志 2021年 他出版了畅销书 《人生只有一件事》 希望帮助更多的人 提升自己的心性体质 在不认识金老师之前 像今天之前 假设你在单项书店 看到一个人生只有一件事 火好 你会相信 真的是这样的只有一件事 我们举手表决一下吧 你相信的请举手 我要问一下 你现在上学还是工作 上学 大四 大四 你觉得你眼前哪些事最重要 你举三件罗列一下 考研 找工作 然后顺利毕业 所以火好是你目前重要的事吗 好像还行 那么重要吧 应该排在这三件事之后吧 您愿意回答吗 之前我很迷茫 对 之前我要当更好的教授 我要出更好的人章 我要比别人都强 你的表情已经告诉我了 你就是原来的我 那你累吗 您刚才说我要我要我要 很累 但是我是处于那种人间很多的单位 你看吗 就是要我砖头拿出很多博士的地方 你以为我们周围哪个环境没有砖头呀对吧 我跟你讲卷士无处不在 我还我再找一个人问一问 谁愿意回答 我找一个不堪重负的中年男士有吗 我不是说你不堪重负 来来来来来 我是还没听到不堪重负的时候觉得说 首先我是一家企业的HR 所以前头的那个那个单身一说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压力就是找人 那个一块钱力可以给我一下 对 然后第二个呢 其实在中年的这个阶段嘛 事业上面还想去取得进步 对 那怎么样能够再去进步一点点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想的事情 然后第三个就是家庭的方面还是 然后的话怎么样把女儿教育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都没有了 对 这些事情都没有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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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